字腐通知識寶庫 Hello 大家好 來到字腐通知識寶庫 今日這兩位嘉賓 其實是他們的家族企業 陪著我們很多代的香港人共同成長 而他們自己在背景下 到達真是用第四代的身份 去接受家族企業 如何將新舊融合 令大家有這個品牌的情懷之餘 有些新元素 就要跟兩位一齊談談 Jennifer、Alicia 歡迎兩位 Hello 你好 相信你們的品牌 大家都很熟悉很溫暖的感覺 一見到一隻黃色的雞仔 大家小時候就見到 對於我們來說 好像一路都見證著品牌的變化 對你們來說 第一生 由小到大 到你們的第四代 現在已經是 其實怎樣去看著它成長 或者這個品牌 看著你們自己的成長 其實很有趣 因為這個品牌 就是由小到大 由媽媽開始的年代教育 會說 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們家是甚麼品牌 你不要告訴別人家是怎樣 所以我們小時候 反而不是特別接觸到名字 小時候記得那件 很冷的時候 我要穿著羊毛低心 那時候小朋友 媽媽一定會準備好 讓我們保暖 因為以前在香港真的很冷 所以一上學就一定會穿著 而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以為它不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我們是經常 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 因為我們在家 會遇到它 甚至我們會回公司 所以那時候的感覺 其實我不會說 我們的品牌是甚麼 反而是像一個家 真的陪伴著我們長大 是我自己的最深感受 就是當我去到二十三歲 去英國讀書 那時候就是因為天氣特別冷 然後真的寒風刺骨 其實有點淒涼 那時候小時候 幸好我們有姐姐在那裏 因為姐姐在那裏 所以也不會覺得這麼孤單 我原來有一件我們自己品牌的衣服 然後有時見到寶暖 然後會想到家 所以那種原來慢慢 小時候開始滲入我們自己的DNA裏 其實加的感覺就會很強烈 我相信Alesha也是一樣 其實你說小時候 我們真的要穿羊毛底衫回學 我都記得那種情境 因為經常都會覺得好像很臉腫 其實去到中學 我們那時候都已經出了這個系列 而去到外國讀書 就覺得很棒 因為它真的有薄 然後又真的很保暖 那時候就覺得很型 尤其是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很記得整個裝束 就是一件深呼吸 加一件襯衫 加一件襯衫 再加一件皮褲 其實已經可以再加頸巾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好 那時候就陪著讀書長大 然後到畢業回來 其實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 是不是大了還是什麼 開始會有穿底衫的習慣 可能上班 一件襯衫 就會覺得很容易搭配 我自己都在研究自己的穿衫 因為我會覺得 為什麼每年都好像 有一件每一年都有一件不同的精選 我自己會喜歡 我明明就是這件 為什麼這些產品又差不多 我經常都會找到一件 我經常喜歡穿的 所以一直都會陪伴著 其實在生活點滴上 是融入了陪伴著我們長大 其實反而挺有趣 有沒有理解過 就是當年 你們小時候 家人為什麼不太想 你們把品牌掛在後面 好像一個要隱藏的身份 可能見到同學 明明他穿底衫 就是在我家裏工作 很想跟他相應 就是在我家裏 但又不能做這件事 大了之後 有沒有去問一下 其實是因為想 家裏和生意分得開一點 還是怕你們太早已經接觸家族企業 那時候他們和我爸爸也是 其實從小到大都不會說 我們的事業是怎樣發展 或者逼我們回來做 我想是那時候開始 我想是兩件事 一個是去培養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個性 興趣 因為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從小到大 浸在這個品牌裏面 可能你自己就會覺得 我的路就是這樣 反而因為有少少的離開 而有些距離感 所以當我們決定回來的時候 是真心想回來 而見到我們的品牌的好 所以才回來 另外我媽媽很注重的一件事 就是她無論有甚麼家裏 做生意也好 做生意也好 不做生意也好 其實都是一樣 都要學會 全部都是平等的去看待 我想這兩件事 在家教方面 和我們自己成長的路上 我猜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會把自己的家族企業掛在後面 其實你們的品牌 已經是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在香港當中 去到你們已經是第四代接手 雖然不是由小到大 都去培養你成為一個接班人 但怎樣都就是 可能間不止放學 放假去的時候 或者在家裡都會聽得到 一些大人講生意經 其實在第一、第二、第三代裏面 有一些做生意的觀念 原來是小時候已經開始學習 其實都有 因為我們在吃飯 其實他們一樣是我們家裡的規定 吃飯不可以講生意 不講到公事 我覺得是合得不錯 就算叔叔和爸爸 他們在公司開完會回來 有甚麼意見不合 然後回到家吃飯 他們都不會把公事的情緒帶回家 分得很清 對 真的分得很清 我覺得這是從小培養到大的一個習慣 反而在聊天的時候 可能吃完飯之後 媽媽、爸爸就會分享一些故事 有一個對我印象很深刻的 因為以前我爺爺很早過身 媽媽那時自己一個撐起整頭家 因為爺爺過身覺得很突然 而一間公司一定要有主管 一定要有領導 他亦身體很弱 我很記得他那時說 他真的暈倒了 醫生來我們辦公室打針 起床繼續做 然後醉完又暈 起床繼續做 那種不屈不咬 為家、為公司的精神 我想這是從小到大 我們都很感受到的 尤其是他怎樣把我們投家 我們全部人都很熟 大家是一個朋友 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而希望他都會不只照顧自己 其實照顧同事都會 有一個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是我的同事分享 反而這是我和同事聊天的時候 聽到的事情 因為這些文文都未必會分享給我們 其實有一個叫吳叔叔 他已經退休了 很有趣 他去了老人院 他老人痴呆 甚麼都不記得 只記得鎮歐這個名 鎮歐其實是我們自己公司的名 鎮歐線三重 然後他就跟院長 他問為何這麼有趣 甚麼都不記得 我怎樣去找人去照顧他 然後終於找到我們公司 打了電話給我們公司 媽媽知道這件事 他就叫了我們的同事 每個禮拜煲湯給他 然後就買些茶點給他 每個禮拜都會給我的同事 去做這件事 這個同事現在都在我們做了三十多年 而他覺得整件事 他說很多時候 可能你給了一個錢 就算了 不管了 不過他其實每個禮拜一 都會問回他 吳叔叔的狀況如何 他好不可以 身體好嗎 其實是很多年 不是只有一兩年 而這件事 我同事都分享 其實是很難得的 而不是學到甚麼 反而是學到做人 這個都會很深深地滲透在我們自己家庭裏面 而做生意 做管理一間公司 都是以人為本 是我們都是很主要的理念 其實這個會不會 亦都是我們說 上一代是很有人情味 很多東西 即他們的倫理文化 那些 但到現在 當然用不同的科技 可以將人的距離拉近 但某程度上 其實大家又好像隔開了 我聽你的故事 都有不少的啟發 會不會當你們決定回來的時候 其實都真的有一個宗旨 就是所有東西 以情懷或延續他們的文化為首 這個都一定是 因為其實我們想延續 就是人與人的關係 因為當時我們都有想 其實坊間有這麼多個品牌 為什麼一定要保持我們這個品牌呢 我們就是覺得 因為最好的級家人 我們很喜歡這個理念 而這件事 都不只是說 你人與人 血緣關係的家人 那麼簡單 其實家人可以延續到 你的供應員 你的生產商 你的顧客 你的同事 還有你真是自身的家人 朋友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範圍是很廣 而我們亦都希望 因為透過我們的品牌 大家都還可以感受到 這種人情味 這種情懷 我們很用心地做好我們的產品 做好我們的產品 不過除了你穿到優質的產品之外 你都感受到一個人情味 因為好像我們最近 你剛才這樣說 科技其實拉近了很多人的距離 就是好像 你說 移了紋的朋友 你一來現在 你就可以很容易打個 Videocall 好像那些東西 麻麻痛一點 那你又可以 不只是聽聲 你可以有一個樣子的對話 不過同時 我都覺得 科技又拉遠了人的距離 因為現在是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 你現在是很少打電話給人 我們最近都做了一個pop up 在太平山街那裡 我們都是有一些小小的活動 希望就是拉近人與人的關係 很多mission 我們有十個不同的活動任務卡 任務卡 其中一個我很喜歡 就是打電話給一個 你很久沒有打電話的朋友 因為現在真的 很驚訝 對 我自己都好像很少打電話 和朋友 我可能真的會打電話 一、兩、三個 很緊急才會打電話 甚至說之前會Whatsapp 我會否騙你 對 以前你就這樣 因為我的電話就說 現在就好像多了這種距離 對 而且現在很多時候 你用一些通訊軟件 雖然都有錄音的功能 但其實就好像很單對單向 我錄完你有空才聽 就不是一個互動 但真的很多時候 不是說新舊一定有好和不好之分 但怎樣可以把兩件事 配合得好一點 令到發展更加好 稍後回來要和兩位談談 怎樣令到這個品牌 繼續在香港陪伴著大家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知識寶負 Jennifer和Alicia 就決定接手家族企業 但我覺得是一個重任 始終是一個很有價值 亦很有歷史的品牌 香港很多人都在穿 她的打底衣服 她的保暖衣服 但當你們用一個身份去說 不是的 是第四代 是否應該有些事情變 這些位置會不會最初 其實是想了很久才想 怎樣去接手這件生意呢 其實我們接手的時候 是一個我們接手了 大概半年左右 半年至九月差不多 因為我們兩個都有份正職 所以都需要一些時間去準備 所以在不同的部門都會跟他們開會 就會認識我們自己的品牌 而我的崗位是在大陸那邊 因為當時我們的品牌 還有一些店舖在大陸 所以我就負責發展那邊 而Alicia呢 我們是負責e-commerce那邊 即是開拓新的網店 而另外就是 我們怎樣再把這個 那麼傳統的品牌 再升級 令它更年輕化 其實我們的任務都很清晰 反而是當落地做的時候 那裡就會遇到一些不同的困難 而這裡我想是一個 如果不是那些困難 或者遇到的經驗 就不會有我們現在可以再更清晰 這樣去帶品牌向前走 而我覺得那時候是一個很好的歷練 因為我… 七位數啊 這個歷練 我看回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真的是Fashion 我就是做brand agency的 美番公司做那時候 那時候就說 我們去做些market research 那些人覺得我們的品牌有些什麼感覺 聽過我想十個有九個都會說 你的品牌很老套 正得羊毛第三 還要啡色那件 還要吉肉那件 我說其實我們品牌不只有那麼少 而我看 每個人說我老套 最容易去改觀的 其實就是在時裝方面 那時候我記得 我跟Alisha說 應該OK的 不會太難做 我們把時裝年輕化去就OK 那時候我們跟設計師一起聊 我們去一個方向我們年輕化 我們把我們的顏色 其實現在看回來 我們覺得都很型的 很漂亮的 有些是OK的 只不過因為我們那時候 沒有做一個年輕化的marketing 就純粹推了些產品牌就算了 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平時我時裝都會有個量 都會有在的 那些客戶然你進來 漂亮了一定會買我們 我們那時候的想法就很單純 怎知道業績回來 就是為何買不到 為何買得不好 為何買得不好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顧客群 他們的味道 就未必是那麼喜歡那麼鮮色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圖案 有時候會太過浮誇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就未必是適合他們 太大衝擊了 對 還有有時候我們就忽略了 其實我們的顧客群 很多可能是媽媽 或者他們很忙的家庭主婦都會有 他們想要的衣服 其實是舒服好看 穿得他們漂亮 其實他們就足夠 我們想的時候 要去場合 去OL 上班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沒有 有點落差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雖然變成了 綜合是漂亮了 年輕化了 有些店鋪是對的 不過很多店鋪都未必是對的 所以就引認到我們 其實我們去做每一件事 都要跟前線頭同事溝通 的重要性 顧客要真是看到 我們哪間店鋪是想推些什麼 我們再調整我們的時裝線 就會慢慢學會是這樣 有時太心急去做一件事 太想壓快些去做一些 我想可能因為那時候 剛回來的就很想做些成績出來 所以有時反而快就未必是好 對 所以有時會有些衝擊 我們擺放在店鋪 真的很vibrant 很bright 其實擺放出來是漂亮的 不過只會是顧客裙 我們轉得太快 所以我們吸收了那次的經驗 好像我今天這條裙 其實都是我們品牌的出品 這是新系列的 就是一些新嘗試 我們會逐點逐點加一些新嘗試 可以在我們的設計上 不過我們也不會忘記 我們現有的顧客裙 這樣是慢慢吸納一些新嘗試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會比較好 還有好像我們都伸出了一些 不同的產品系列 其實我們本身原有用的物料 是很好的 在我們的底衣上 我們都會在我們底衣上 拿一些inspiration 來做一些面衣 其實這件事我們覺得 反而兩樣都會幫到大家 因為他已經很認識我們那件底衣 好像我們今天的系列 因為那個系列 每個人都很喜歡那個物料 是一個很舒服 很薄、輕身的面化 做了出來 我們就做了一件時裝款 做了T恤也很受歡迎 我們就會將我們的底衣 再連繫和我們時裝 一起推出 就會覺得效果都蠻好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根基 做了一個底 但怎樣在這個底上就變化 就不是突然間 將所有東西 又不是 我想帶一種全新的東西進來 但說回這個經驗 你們當然兩位學了很多 但譬如一些情感上 家人關係上 從小到大 你們都說到家的感覺很親密 當給了你們 我相信應該不會說 我要你交售 或怎樣 反而會不會這種壓力更大呢 就是他們 不要緊 七位數就是 不要緊 下次再做好一點 會不會有些 可能是內疚 或是 為何我會這樣呢 怕不怕 就是很多時候大家接手 如果這個品牌真的 在我手上不行 其實 其實是很大壓力 很大壓力 我真的這樣聽 會的 其實是那時候 很特別 由於你這樣說 是沒有給壓力 甚至沒有說什麼 沒有壓力就是最大的 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我們兩個真的會給自己很大壓力 不過反而到現在 我們就會看到大家會懂得去調節這種壓力 因為其實你很傻 別人不給壓力 你又自己給壓力 令人又很緊張 那些事情就未必是做得最好 所以反而現在我們會懂得調壓力 反而是我們不如這樣 我們做每一件事都做得最好 即是給得最多心機 其實自自然的事情就會OK 反而以前可能會計劃很多 我要這樣 我要這樣 反而這種工作模式 就未必是最適合 尤其是現在這個社會變得很快 我們覺得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和一個不怕試身有 我覺得是最重要 另外最重要是失敗了 沒有緊要 我們知道為何失敗 之後你們再去調整 我們這些事情就會慢慢 是改變 不是退步 但那個調整期 即是那一次的教訓 快不快回復得到 無論你們自己的狀態 你們對於入後發展的信心 其實我覺得都OK 因為其實我們跟團隊 就很緊張 我們跟銷售 我們跟產品 跟產品 跟市場 跟市場 其實我們都會做一個事後檢討 其實檢討完知道的問題所在 我們下一季就再做好些 其實你最終一定會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我想是掙在你時間的快晚 平衡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直都說 這個品牌給大家是一份情感 但偏偏到你去接觸一些真實負客群 的時候就說你很老套 但其實有時老套就是一份情懷 怎樣是中間拿到平衡 現在開始拿到的一個竅門 我想是心態 反而心態改變了 太好了 你有這個想法 我有一個機會告訴你 我們品牌背後做了些甚麼 我們有些甚麼好 原來這個小小的心態調整 其實我去做talk 甚至去到大學中學小學 那些小朋友聽完這個品牌 原來是這樣的 尤其是大學那班 原來你們可持續發展會做這麼多功夫 其實他們就會有一個新的想法 對我們的品牌 所以每一次去講 其實都是一個機會告訴別人 其實我們背後做了些甚麼 或者我們自己的理念是甚麼 Alicia 你覺得怎樣為之是一個好的平衡點 其實你說老不老套 我覺得這件事就沒有 我們其實是不斷地做創新 雖然我們都會保持一些傳統的產品 不過我們都會做一些新嘗試 好像去年我們參加了remixing project 這個remix project 我們就跟三個本地設計師合作 就是配合了藝術 生活 科技和可持續發展這個理念 去製造了三個新的產品 其實那三個產品 都正正我們是故意跟他們說 我們已經在做衣服服裝 我們就想做一些跟我們理念 符合我們理念的 不過又不是服裝 我們就做了一個會發熱的頸巾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手機斜背袋 例如掛頸的繩子 又可以有少少發熱的 其實你辦公室用 它可以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日 你都可以用手機袋 用少少保暖 還有一個我都很喜歡的 就是三生花 那個就是用了resin 一個樹枝來做 我們都會想人們用舊的衣服 尤其是小朋友 寶寶或者你有些很喜歡的衣服 那些圖案很漂亮 不過又要扔 那你就可以把它演變成一個花瓶 或者一個器皿 那你就可以給一個第二次生命 你就可以繼續擁有這件產品 我們都會想透過這些新嘗試 來做一個平衡 最重要是維持到一個品牌原有的理念之外 亦都要與時並進 比如說可持續發展 亦都是一個大方向 怎樣兩者可以配合得好 就要靠你們 下星期回來 要繼續跟Jennifer和Alicia聊 接手了公司的業務一段時間 我自己對於個人成長來說 或者看著品牌的轉變 你們自己的心路歷程有甚麼變化 一定大家下星期再談